今天的三篇读经 每一篇里面都有一个人物 第一篇是先知厄理 第二篇读经是圣保禄 第三篇读经是若汉使者 这三个人都帮助人接触天主 然后帮助他们建立关系 今天我就很想用建立关系来做主题 帮助大家反省 如何和天主建立关系 或者如何做一个好的中介人 帮助人和天主建立关系 第一篇读经是撒母尔几常 故事是撒母尔的妈妈 长期都不能够生育 但后来因为天主的恩赐 能够生了撒母尔 为了感谢天主的恩赐 妈妈就将撒母尔 很小的时候就献给上主 所以撒母尔很小的时候就在圣殿服务 虽然他天天都接近约柜 约柜有天主的临在 但是这个小撒母尔就不晓得 怎样和天主建立关系 今天的故事就 他听到天主的召叫 都不知道这个是天主 还以为是先知恶利去叫他 经过三次天主的召叫 先知恶利就认识到 原来是天主叫这个小撒母尔 所以先知就教他 怎样去回应 教他 天主在叫你的时候 你就答 上主请发言 你的仆人在此静听 教他以谦虚的心 借住静听天主的话 和天主建立关系 撒母尔就跟随先知的教导 果然 天主临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在天主的临在里面长大 成为一个出色的先知 甚至带领以色列人 回归上主 和上主建立良好的关系 先知甚至促成了 第一位君王 撒乌尔 这个故事帮到我们 做反省 我们都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教导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不懂得 怎样与天主建立关系 怎样接触天主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中间人 介绍他们 怎样接触天主 第二篇《读经》来自格林多人前书 圣布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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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接触天主 以神圣的动机 与天主建立关系 保禄教导教友 教他们 他们的身体 是基督的肢体 是圣神的宫殿 圣神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领圣体的时候 耶稣曾经说 他会住在他们里面 因此我们的身体 是高贵的 是神圣的 既然是基督的肢体 既然是圣神的宫殿 淫乱 亦都是用身体去犯罪 所以不可以用身体去犯罪 因为自己的身体是高贵的 是神圣的 这个是保禄教导 格林多的教友 如何接触天主 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第三篇来自《若梦福音》 今天《若汉使者》两个门徒 从不认识到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 一切都是似于中间人 《若汉使者》的介绍 他说看天主的高药 有了《若汉使者》的介绍 门徒才起意去接触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谢自己信仰的中介人 中介始终是中介 人必须直接接触天主 人必须直接接触天主 故事里面 这两个门徒 走了第一步 他们回应 他们跟随耶稣基督 建立关系 也都需要天主主动的行动 所以故事里面就说 耶稣转过身来 甚至主动问他们 你们找什么 这个是当时老师 时时问门徒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老师是各有所长 跟随的人要知道 你的老师究竟是 专门在哪里 你清不清楚 你的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当日有不同的导师存在 如果是经师 他们很重视圣经 如果是法利塞人 他们很重视法律 如果是杀道塞人 他们权高畏重 很多都是做尸祭 如果你想向上爬 就向杀道塞人 那里找导师 当时也有些导师 是教人去革命的 比方耶稣门徒里面 就有热成者西满 他们只是想革命 想复国 跟随这些导师的时候 就是充满这种革命的精神 约翰西者就什么都不同 他是先知形的导师 教人家内心悔改 所以耶稣问问题 你们找什么东西 能够是说 你们想找哪一类的导师 这两个约翰西者的门徒 约翰西者曾经称赞耶稣 甚至说自己连替他解鞋戴的奴博 都不配 所以一定是用今日的说话说 有了道的导师 两个门徒一定很想认识他 和他建立关系 要建立关系 就必须要知道他住在哪里 所以门徒就问 师父你住在哪里 耶稣果然邀请他们两个 来看看吧 耶稣邀请 建立关系都要天主主动邀请你 那么门徒就接受耶稣的邀请 他们去了 看了他住的地方 并且在那里住下了 住下了 也都可以说 表达建立关系的开始 这次住下是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作者就说 立刻用一句说话去表达 那时是第十时辰 表示犹太人的数字是十尽 第十时辰是最后的一个时辰 表示好像末世已经来临 因为跟耶稣接触 跟他住在他那里 感觉到好像末世已经来临 与耶稣住下 第十时辰的经验 是他们生命里面 不能够忘怀的经验 所以他时时都记得 那个时辰是什么时候 因为这个缘故 他立刻走去找别人 去认识耶稣基督 也都成为别人的宗界人 两个门徒里面 一个安德纳 就是去找自己的弟弟西满 西满也都来见耶稣 后来西满又去找同乡 菲利伯 菲利伯后来又去找他的朋友 纳塔赖尔 总之一个去找另外一个 宗界就去找别人 都是想人接触天主 跟耶稣基督 结立关系 好 我们反省这个主题 建立关系 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经验 信仰是听回来的 人人都要一个宗界人 信仰不会从天跌下来 所以都是从听回来 究竟从谁听回来呢 能够人人都不同 能够是自己的父母 能够是学校的老师 能够是工作上面的朋友 等等 这些宗界人 只不过是媒介 不是信仰的对象 也都不是信仰的基础 当然了 宗界人 如果是一个好的人 当然能够做一个好的生活见证 即使宗界的操守不好 最多失去了 见证的可信性 不应该破坏 你和基督建立了的关系 很可惜 有时我们听到教会里面有些丑闻 有些教友因为教会的丑闻 离开天主 这是很可惜的事 因为他们分不开 宗界人和建立关系的基础 因为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 建立的是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不是和这个宗界人 宗界人 只不过是一个媒介 所以作为宗界人 我们就要自己提高警觉 做一个好的宗界人 甚至应该向若寒使者学习 若寒使者就说 他应该轻盛 我应该衰微 即是说 自己慢慢要退出 让耶稣进入别人的生命里面 和别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自己攻城身退 每个宗界人都应该是这样 宗界人的角色是很高贵 不过有时我们现代的传媒 能够在不知不觉中 可能破坏了这种宗界的高贵的角色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 广告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借钱肯要还 不要付钱宗界 好像宗界只是为了你的钱 圣经里面的宗界不是这样的 圣经里面的宗界人 是神圣的高贵的 先知是宗界人 新约时代的宗徒是宗界人 这些人只是关心你 有没有接触到天主 有没有跟天主建立关系 圣经里面的宗界人 圣经里面的宗界人是很开心的 是喜乐的 至少我们听到门徒全福音 回来的时候 是很开心去报道给耶稣基督的 我想所有做过导师的都知道 没有事给学员 接受耶稣基督 建立好的关系 更势力又喜乐 更何况 耶稣曾经答应过 那些全福音的人 介绍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的名字已经刻在天上 最近我们听到 教会不断推广 全道员的职务 这个是圣经里面原来有的职务 教师教人们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全道员这个职务 恢復我们信仰的宗界人的职务 而这个宗界人 这些传道员 就是邀请人来 看看吧 介绍人 接触天主 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命 阿们